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接下来龙师傅也要分享一个健康抗发炎的好料理 今天要做姜黄番茄 会虾球 对 因为这个其实姜黄在运用上 就是说可以把它取代一些要腌制的粉类 那我今天用虾的话 一般像一般虾里面会腌鹽巴 米酒跟太白粉 这时候把太白粉的比例降低 然后将这个姜黄直接放下来 直接腌它 那这个虾球就是去壳去腸泥 然后让它待会烧的时候 它基本上就会结成一个球状 那因为姜黄粉 它其实大家都知道 可能是要用一点油炒过 但我们不可能直接吃一口姜黄粉下去 所以就可以腌完就像有点这样子 然后就把它放到这个锅里面 来做一个煎的动作就可以了 先太白粉 最后才下姜黄粉 对 所以说我们如果太白粉 一般是用大概是三大匙的话 你就把太白粉减为一大匙就可以了 好 然后煎这个虾球 那另外一锅我们一样 热锅热油 要烧其他的配菜 对 那这边的话就是第一个 先把蒜末做一个爆香 蒜末爆香 师傅今天搭配的还有大量的番茄 黑木耳 然后这个菇 然后一点芦笋跟玉米笋 对 没错 番茄就是刚刚洪医师讲到 茄红素对于身体抗发炎力非常好 对 因为茄红素非常的多 那番茄也是需要一点的油脂 把这个芦笋把它释放出来 然后接着像很简单的味道出来之后 就像木耳就可以放下来 对 然后菇类 好 菇类 对 放一些菇类在里面 好 好 然后 待会儿芦笋跟玉米笋 可以晚一点再下去放 好 我们师傅 现在来看一下这个虾球 对 姜黄虾球我觉得挺好的 它是一种金黄虾球的feel 对 它这个一般跟咖哩又不太一样 而且应该可以闻到淡淡的 那个姜黄的香气 如果你在运用上 如果今天不吃海鲜 你可以像在腌那个鸡腿块也可以 对 对 一样的比例 然后你只是把食材做一个兑换就可以了 对 好 就食材可以改变 但是做法是类似的 都是一样的一个比例下去调 好 那我们看一下哪一锅 那一锅师傅把其他包含了 芦笋跟玉米笋的食材 都放过锅 然后稍微加少量的水 然后稍微让它焖炒一下 对 利用这个食材本身会出一点水的一个特性 就是说你可以加一点水把它带出来 好 那我们再盖上锅盖 再继续焖炒它 虾球煎好了之后呢 这边就是把这个带有这些油 姜黄的油在里面的虾球放到这个 再跟我们的配料 让它拌炒 对 让它拌炒一下就可以完成了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喔 刚才我在想吃到料理 其实有时候你不加姜黄 好像也是可以做 可是加了之后又不一样 就整个味道整个提升上来 因为有时候门诊 我们是建议病人要吃姜黄 可是他真的是不会料理 那我想这道菜是很好的范本 我们将这些 我们的虾子有丰富的蛋白质 那配合上其他的蔬菜 我们的像玉米笋 然后芦笋 这些东西的话吃起来不同的甜味 它整个起来层次感很多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料理 那讲到说我们的肠胃发炎 我们刚才提到我们肝脏发炎 肠道发炎 我来讲一下我们的胃发炎 那我来讲一个案例 他是一个55岁的一个主管 他一开始做健康检查的时候 发现他胃实际上有一个 幽门螺旋感军感染 然后